冷凍胚胎怎么做呢? 我们首先在病人夜进来的第二天,开始夜进来 我们会让病人打排卵针,并且施打柳培里 以避免子宫内,这个目的是要让子宫内漂亮 那我们打排卵针,我们给它动静积蓄,阿斯蒂林 有些医学中心会使用威尔钢 那胚胎组织之后,我们再用黄体素两个礼拜 那最好的子宫内末最好是像这样子 有黄金的三条线 那子宫内末厚度大概是1公分到1.1公分是最佳状态